我们突然发现有了互联网的学习知识的加持 互联网技术的加持 我们的算力能暴增 算力怎么暴增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干啥了 我学会了种地 种地这事听着挺简单的 其实挺麻烦的 从育种育苗 到腹膜 到滴灌系统 到整个后面怎么种起来 怎么搭秧子 怎么掰除草等等一系列 施肥等等的 这都是一整套的系统 但是我学这个东西 也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连看事情 在亲自动手 种地 就三天时间学会了 这个还没有到成功的过程 因为它还需要养护一个段期段 播种完成了 没收获 还有一个季节 因为美国加州的时间比较好 它冬天其实是中国的春天 它这边没有冬天 不下雪 所以特别是和一年四季伦众 于是我 就收拾这么快菜园的 同时呢 之前 前几天我从一个没有养过狗 完全不知道狗怎么养的一个人 开始养着两只狗 我的一只比特 一直来一特 现在呢 这个养狗的流程也已经流程化了 也就学会了怎么养狗 怎么遛狗 怎么训狗 等等 就是训狗这部分还需要提升 这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非常快 几个事情下来 自己一动手就学会了 就发现自己被赋能了很多能量 包括这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开家庭会议 把孩子怎么教育问题 孩子们之间老大怎么教老二 老二老三如何听老大的这个互相学习 就好为人师这一部分 给他们讲了一下 也要教会了他们怎么用iPad去学习 就我也变成一个育儿能手了 同时呢 这个大家都这段时间看 我一直在做饭啊 炒菜 这个做这个做菜炒饭 这个炒菜做饭这个过程 大有提升 就在这么一周两周的时间 快速提升 因为突然感兴趣想做饭了 看了大量的事情 怎么知道做饭了 就是那么这个 我一下子就生活就特别充实 干了很多很多事情 这个 就发现自己居然会那么多东西 而且呢 在美国这个期间呢 由于不知不觉的看了很多的英语的这些东西 自己的英语水平也提升了 就是学校的孩子 因为在这附近上学 我也跟老师有时候沟通 跟学生家长也沟通 发现自己的这个口语啊 进步特别快 就是说 突然就有意识到了 这个超人时代会出现 什么叫超人时代呢 就是 哪根筋你被打通了 任督二脉你一旦被打通了以后呢 你就变得特别的 就是多能 啊 就是尽多不压生吧 中国老话说 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很多东西 举个例子 很多农民 一辈子学会了种地 但是呢 现在我们通过互联网可能一个月就学会种地 以前养个狗 这个东西挺专业的 还有宠物医院啥的 现在狗要是得了病 我自己买回针来 我也会给他打 我也会给他胃咬啊 呃 就是 就是好像说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 你不用学那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都可以花钱找人办啊 但是呢 现在发现 这个自从到美国以后 这个有了时间以后 呃 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的充足 就是就是满 每天早上起来干什么 呃 上午干什么 中午干什么 下午干什么 就安排的特别 而且呢 其实干的事情都不是一个行业 好多是好多事情是多个行业 所以就足够的感觉到了 这个如果互联网这个东西 工具使用好的话 人会变得特别的臭能 尤其是现在 我感觉自己的 这个脑大脑啊 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 好多知识空白点都可以补上去 你看 这是从什么一个点上学会呢 就是我有天去一个葡萄酒酒庄 喝葡萄酒 结果呢 这个酒庄里面呢 正在进行一个画 这个油画的培训班 学画画的人呢 都是些八十岁 甚至还有九十岁的老婆老太太 六七十岁的也很多 就跟那儿 学画画 我就说 这个美国人是不是有点有毛病啊 这个年龄还在学画画 确实是 就是他们 孩子一直的就是就是多方面的这个能力啊 都在这个多方面的扩散 我我举个例子 我就从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我甚至我就没上大学了哈 我就是从做生意开始 从上完学开始 做生意 我就不知不觉的走入这么一个循环 就是对任何一个新的行业要开始学习 包括录视频这事 你你不知道 这视频也是呃 也是一个爱好 也是看了一些别人录 视频录得好 我也自己录吧 就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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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成为啊 KRL了 呃就就就就就是这个叫 呃 意见领袖了啊 好像大家发现我现在不是B圈的这个意见领袖 我同时可以有多重身份在生活 比方说 我又是一个重定小能手啊 同时哎 种地圈里面有几个人认识啊 同时又是个养狗的一个小能手 同时又是个打猎的小能手啊 同时那个哎 航海啊 开飞机 哎 画画 呃 这个就是这个投资人啊 就是好多事情你可以同时来同时进行 生活丰富多彩 知道吧 哎 就是说这个 那而且这个超负能了以后呢 就是包括我对这个地理知识的这个这个学习能力 尤其和去过很多地方 刚开始去为了去而去 后来慢慢开始去之前学习历史 还是有这个历史 不是说历史学家吧 反正历史方面知识非常多 地理知识非常多啊 然后呢 又生活在硅谷 前沿科技有很多 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发现了这个就是看一些东西的学习能力就变得 就是学习能力变得特别的强啊 就不知不觉的这个就发现了这个正在往另外一个时代进行 就是说超人时代啊 想象力时代 什么是超人时代 想象力时代 就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是 就能量都非常大啊 每个人都会做很多的活都可以干 很多的事情都会做啊 所以说呢 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你们进入这个想象力时代 超人时代准备好了没有 那 是不是可以同时进行很多职业 同时进行很多工作 同时进行很多的呃 技能 同时学会 同时 搞定啊 对吧 这个事情 这个原来是完全不懂 包括举例子 就是我说的那个呃 生一百个娃这个事 就原来就不太懂啊 怎么做到 这个从学习 查资料 上网查到各种的学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就知道了全世界啊 最合适 这个搞一百个生一百个孩子的地方 就是乌克兰啊 啊 这个 怎么去执行 去找哪个医院 去找谁 去了以后怎么开始干 等等的流程 我就全部学明白了 也就是说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力是有限的 我能做的事情也就那么多 但是呢 如果能培养一百个啊 呃 包括自己的孩子 包括自己的孙子 包括自己的重生